HELLO 大家好 我是柏蒂 今天要介紹的六幀幅後呢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好運結以及11.19版本解析 我覺得11.19算是改蠻多的 而好運結這個正在這版可以玩 主要就是他的起始魔力被增強了 從0變成了20 所以他很快就能夠打出第一波的傷害 遇上有回血效果的對手更是吃香 因為好運結可以直接減少50%的治療效果 至於上個版本大推的達瑞文 我覺得也是依然強悍喔 只是最後爾宇這件裝已經不再是必要裝備了 從此以後達瑞文以自帶破甲效果 一個4費卡能擁有5費卡AQ上的效果 可以說是蠻不錯的改動 就不用一直綁定耳語這件裝備 想知道達瑞文怎麼玩的話可以去看一下上支影片喔 基本上玩法都是一樣的 只是耳語變成就是可以不用出而已 然後10月31號前有加入YouTube會員滿兩個月 可以抽價值近3萬元的ROG Phone 5電競手機一台 11月呢還會再抽iPhone 13 Pro一台 iPhone的抽獎辦法是計算你歷年來加入YouTube會員總共有幾個月 就可以抽幾次相信的抽獎辦法呢會在近期公布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現在就加入會員 算是一個一週年的大回饋這樣 加入YouTube會員呢也可以第一手接收到暫且攻略 並且還可以獲得專屬宣章還有限定貼圖 甚至有專屬的LINE群可以加入 至於不想參加抽獎的人呢 也可以去訂閱一下我的寫真 或是說加入我們的FB社團播體遊戲討論群裡面有很多大神 都會分享陣容還有打法心得我有空我會親自回覆或是看過的 這次贏觀眾要求還有免費開放Discord群給大家同樂 好首先來看一下這陣子的主稱 有拿瑞文人馬瑞兒 納蒂魯斯 色蕾西好運傑和諸女 羈絆士三種騎士雲落二鐵甲二騎士 出裝推薦的部分好運傑呢可以去出精進之毛大天使 法暴 時帽等等的法強裝 諸女和人馬則是可以去拿贖罪神殺 反甲龍爪 時尚鬼好戰等等的法強裝 基本上是誰先三星我就會去養誰 比較推薦還是養豬女啦 因為豬女的坦度更勝人馬一點點 開場搶的裝備是水滴 然後再來就是魔棒和腰帶 不過我覺得如果說你是水滴開場的話 再去玩這個陣子是會比較好的 這場呢很明顯是一個實況的BOD 右上角是聊天室 左上角的話是放置英雄Erica的下載的QR Code 蠻多知名的實況主都有來玩的像是童笙啊 然後拓椅是蝴蝶兒啊 凱奇伊婷 還是說一些你們知道的小許平民百姓 都在這個遊戲中啊 我們都是在S6的這個伺服器 大家也可以加我的好友波提BODY 右下角是這個視訊 那這次是免費幫他攻傷 好 現在是2-3的回合 其實我這一場呢本來沒有打算要來玩好怨潔的 因為我就是先開場拿了一個水滴 想說來測試一下這個版本的法陣的強度如何 所以我一開始想要玩的其實是威寇茲 就或者是說漢莫丁格這樣子的體系 但是呢就是玩著玩著然後就變成了好怨潔 前期的話你就是先抓騎士的牌 最好是可以湊出就是波比 然後再加上希格斯 你在前期的話會比較好去拿下連勝 但這邊因為我們有兩件裝備爆的還蠻差的 我一開始就是先拿了水滴這件裝備嘛 那結果沒有想到他就掉了一個反曲弓跟一個 呃魔防裝給我 所以算是一個蠻尷尬的一個組合 我本來也是有想說喔要不要就乾脆玩一個物理陣 但是因為打瑞文我在這個版本已經測試過 我覺得是可以玩的所以我就沒有打算去走打瑞文 反正就是我已經測試完的陣容 我就不會再去一直狂玩猛玩這樣子 就是想說以拍片為主看能不能拍出新的影片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以爬分為重的話 我建議你就是物理陣可以互轉 然後如果說你是玩法陣的話 你就是欸好怨潔 威寇茲還有漢莫丁格 這幾個陣容都是可以互轉 甚至是卡馬就算是拿經濟之毛 我覺得也還算堪用啦 只是你要記得的是 每一個陣他們拿的一個裝備 是比較沒有這麼的一樣的 所以你要自己去融會貫通 這邊的話呢我就是慢慢的去做一個營運的動作 就是我這裡的話 連勝已經被斷了 那連勝被斷是一件非常非常虧的事 但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的裝備就是長這樣 我不可能說我先合一個颶風劍 不可能這樣子合的 那對面的話呢 他是已經有先合日炎 日炎還是一樣前期一個非常優勢的裝備 如果說你前期的裝備只能合日炎的話 那你就先合了也沒有差 反正你也比較好去想說 我可能後面什麼陣都是可以玩的 這裡我就先把瑟雷希給賣掉 所以你就可以在這個細節中就可以發現 嗯 我是確定沒有要想說要玩好怨劍的 是這裡呢2-7 進了一張好怨劍 然後我才想說 喔那不然好怨劍好像都沒有試過耶 不然來試試看 這版本的強度是如何 好了畢竟他在這個版本也是被加強了 好這個野怪竟然還噴了一個魔防裝給我 對 我就是每次都會被這種野怪搞 真的非常的頭痛 這裡的話呢 這個波比二星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但我這裡沒有辦法湊出四期 還算是蠻尷尬的 因為我在剛剛的時候沒有想說 欸這個瑟雷希 欸在這邊我就可以組出四期 所以我那時候就先把他給賣掉 畢竟我不知道我會進好怨劍這張角色 好怨劍的話呢 是算蠻怕龍爪的前期啦 前期還蠻怕的 就是如果說今天你只有一星的話 你可以看到 好對面呢有一個他是帶著龍爪的波比 然後他已經有一個惡心的狀態 就直接把我們給彈死了 這裡的話呢就先抓了人馬 然後還有豬女甚至是這個瑟雷希進來了 非常的好 好對面的話很明顯的 他就是要玩這個雅樹的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喔 就是我 是覺得雅樹還是可以玩的 但是呢雅樹這個角色呢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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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怕 好怨劍這張牌 那當然說這裡的話 欸因為我們的好怨劍整體來說還沒有成型 所以還算打不過的 好怨劍的話呢 盡量是要去 給他湊齊兩件裝備 剛剛的雅樹他也是有兩件裝備 他才有辦法說欸可能剛剛打贏我們 那我的好怨劍的裝備 我最推的兩套 就是金進之矛加上大天使 那最後一件的話 你看你是要去給他 就通常會看等就是3-6的光明裝備 看他掉什麼 然後你就給他什麼 通常是會去拿說大天使啊法爆 或是說死貌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甚至是巨人殺手也是蠻不錯的 或是說正義之手啊也都還可以 好然後科技槍也行 所以其實好怨劍能拿的裝備 我覺得是算非常的多元的 甚至你要去拿光明的史上鬼 光明的龍爪啊 光明的反甲給前排的坦克 也都是蠻不錯的一個提升 好這裡的話我們就狠狠的吞了一個5連敗 通常啊前期我都是先打一個可能 通常都是先連勝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在中期的時候 都會打出一個連敗的手段 這裡的話3-5我升上了6等 可以看到我3-2的時候是還沒有升上6等的一個狀態 然後這裡的話3-5了就會決定 先來去刷白提升一下我們整體的質量 因為呢等等可能如果我們在一直被入血的話 就是血量會掉的比較快 那你這樣子容錯就會比較低一點點 對面的話呢他是玩卡麗絲的 就是現在還是有蠻多人呢會去玩卡麗絲 然後我覺得還蠻莫名其妙的吧 他的暴女竟然已經身上惡心了 他5等5等暴女惡心 然後還進了兩張的雷紋 可以說是非常會玩遊戲啊 這DN的話他進了一個法暴 所以我就直接用法暴了 當然其實我覺得如果說今天是進光明的死帽 或者說光明的大天使是更好的一個選擇 好對面的話呢很明顯的 他又是玩瑞文的 只是呢他的瑞文還沒有升上惡心 而且他很慘的一件事情是 他已經刷乾了 卻還沒有惡心真的是非常可憐 這裡的話我們打的銀媽可以 色雷西出勾 算色雷西這張牌被就是砍爛了 就是被稍微削弱一下他的魔力 但是整體來說他還是一張非常非常優秀的牌 你就知道他以前有多麼強悍了 這邊我一直都是先用士騎士下去 就是過渡下來 但如果說大家今天比較早去進人馬 甚至是說豬女的話 我覺得你們直接用豬女 然後再加上人馬這樣兩個雙重騎 然後二騎士四雲弱這樣也是可以的 就是看你怎樣的禁牌 你就去做一個怎樣的搭配 而不是說你一定要去搭四騎士 你應該去選擇說 可能現在這個時候比較強的組合是什麼 而不是硬要綁定某一隻角色 好這裡的話呢我就先換了一下 就是整體的人 然後這裡的話其實是再去湊個 四雲弱是也還蠻不錯的 不過因為我的瑟雷希有二星嘛 那兩張瑟雷希其實也蠻強勢的 所以我就直接上兩隻瑟雷希 有沒有 我們這兩個瑟雷希雙雙出勾 然後瑟雷希再噴一下 這邊就直接倒光光了 這裡的話掉的這個裝備也是非常的淒慘 竟然是都是偏向物工裝備的一個裝 就有的時候會這樣 你想要玩法強的一個陣容 結果沒想要掉的都是物理的裝備 就是會蠻尷尬的 不過還好我們這陣容呢也是有瑞雯這隻角色的 所以如果說你後期去養瑞雯的話也是可以的 只是瑞雯的話呢他會比較需要再多一個征服者這樣子 然後對面的話呢他是已經有了露西恩 而且他竟然是升上八等的一個狀態 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套 原來你已經升上八等啦 喔還好我們這邊直接給他斷了一波 不過他也沒有打連勝所以他感覺就是很有自信的硬拉八等 然後想要說可能想要聞血重新去存他的經濟吧 我感覺是這樣 好運姊這個陣容呢就是一直你升上六等之後就一直卡在六等刷牌 所以他是一個很明顯的毒狗陣容 他在欺人口的時候就會成型了 我們現在呢是還沒有整體成型的 好這裡的話我就先把這一個獻賊手套先給他合了上去 因為我不想要我的連勝被斷掉 我現在已經四連勝嘛 當你們發現自己可能有四連勝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去多刷一點牌 然後去看能不能去保住自己的連勝 甚至你可以去看一下全場玩家有沒有人可能是比你更強的 這裡可以看到呢對面他是有一個石像鬼的波比 然後呢他是有帶著龍爪的 不過我們這裡因為我們的好運姊已經惡心了 所以就算被噴死了也是算很慢很慢很慢才會被噴死 就不會像說一星的時候一下子就被噴死 所以如果說今天我們已經二星好運姊的話 就比較沒有到那麼怕龍爪了 好這裡就當然是先拿一個甲子 因為甲子的話就可以合重其轉嘛 所以你不管是要合我覺得就算合日炎也可以啊 只是日炎的話呢你要在很前期的時候再合 才會是比較有效的 畢竟我們的好運姊是一個自帶減傷的效果 所以你不太需要說一定要硬合 綁定這個就是日炎這件裝備 那我當然也是有合過日炎的 我覺得還是算可以用 就是如果說你前期是要打連勝的話 那你前期先合也可以 但是重其轉或者是說反甲一定是更吃香的 尤其是反甲然後再加上龍爪的話 基本上遇到這種刺客的話 他們是完全打不贏的 好這裡這個可愛的暴女跳過來咬我們的好運姊 算是蠻慘的這一場 這個回合比較慘的是因為我們的好運姊 一直都沒有達到那個卡莉絲 所以很吃這個好運姊的大絕放在哪裡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是閃著放的話 那好運姊的他的整體的一個技能 他可能也會放的比較分散一點 所以最好是把你的角色都擺在一起 是比較好的 如果說今天沒有很多的色雷星 那你就可以比較偏上是閃著 就是你就不用在那邊硬躲 這裡的話我覺得色雷星的機制蠻特別的 就是色雷星明明就站在右邊 然後現在來勾我這個右邊的好運姊 有可能是因為攻擊距離比較遠啊 所以就也就認了 但你可以看到就是就算我們的好運姊被控了 被那一勾長長的勾到了 但是呢還是打得贏 好很多人其實是還蠻糊的 他們在還沒五之一的時候 然後他們的四費卡就惡性 通常就是現在比較偏營運的一個玩家 他們可能在四之五 然後就會做一個蠻大的一個提升 所以四之五是一個很需要注意的一個環節 因為有一些瘋子 他可能在四之五的時候就身上把它刷乾了 然後通常的話還是比較正常的人 可能會等到五之一的時候再去刷乾吧 就是才有可能說你的四費卡是惡性的一個狀況 好這邊我們遇到了雅樹 雅樹的話就是算真的是 我們比較沒有到這麼的害怕 你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的好運姊他是打一整圈的 然後雅樹呢他的攻擊距離比較短 在打這種攻擊距離比較短的角色的時候 都是比較吃香的 因為那些角色他們會往前走 他們往前走的時候呢 就會整體一起抱團 他就會跟前面的前排的角色都一起抱團 所以那好運姊在打的時候就打一整團 然後就 你就可以看到喔一整團全滅 這邊的話呢我就是一直在擺位 想說要躲戴安娜 然後又想要躲瑟萊西這些偏控制的角色 主要就是因為我沒有伏擊之手 如果說你今天是有辦法去合出一個伏擊之手的話 我建議是去合一個會比較好 因為畢竟 像是我覺得現在任何一隻角色啦 就是那種尤其是穩定輸出的角色 像瑞文這種陣容的話 缺合伏擊之手的話一定是更吃香的 對面喔 他是有自然之力的 而且他的大東已經進了六張 我非常的傻眼 因為他還有一個 欸尼克邦嘛 有的時候真的是會覺得蠻莫名奇妙 就是為什麼別人都有尼克邦 然後又有自然之力 欸 可是你自己沒有 就會覺得喔 很歐 不過沒關係啊 我們這邊有一個重奇傳 算還是堪用吧 這裡我先硬升上了七等 主要就是因為我現在整個備戰區卡好卡滿 我們的備戰區卡了一大堆的牌 然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升上三星嘛 所以呢就是我就升上了七等 那七等的時候你就可以多上一個人口 所以你就可以再多一個備戰區的角色 好這面對上的是有破甲的路線 而且他的這個甲克斯 竟然也是有裝備的 我覺得就是剛好他裝備拿的蠻吃香的 這一個轉盤呢 我們不會想要去拿那個重奇傳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個重奇傳 所以後面的話呢 竟然就是拿那個反甲 我是想要拿那個反甲 雖然我是往泰坦的這個方向跑 不過其實這是一個假動作 然後我在想說 我到底要拿無盡還是拿這個 這個泰坦的時候呢 結果沒想到時間就已經到了 欸我覺得雙火炮給這個瑞文好像也是可以的 但因為我的尚人心有三星呢 那如果說他可以去拿一個火炮的話 他也不用太去走動 他就直接在後面一直勾勾勾勾就好了 好這邊因為我的其他角色都已經升上三星 就是剛才三星的角色都已經三星了 所以我就直接妮可幫了這一個豬女 那如果說大家想要更存一點錢也是可以 就是你們也可以去想說 喔我是要去把豬女弄到三星 還是說要去把這一個瑞兒弄到三星 欸弄到二星也是可以的 對面呢雖然說他是後手了我的西風 不過他的二星路線一下就被我們的好運姐給融化了 你就知道好運姐的傷害真的是非常的高 好對面呢有一個龍爪 然後我們的好運姐 其實在後排的時候被噴得要死要活的 不過還是很順利的打完了 因為在打這種殘局的時候啊 通常豬女或者是說如果你是洋人馬的話 他們都可以很好去收拾殘局 這個人很厲害 因為他是明明就賭一費卡的 他竟然可以把他的三費卡的角色也刷到三星 我覺得這是蠻莫名其妙 像我們這種是在六等刷牌 他明明就是在五等刷牌 然後他就可以把他的這個三費卡刷到三星 嗯實屬厲害 好對面我們就遇上了這一個就是有卡麗絲的 然後他剛好他就三星了這個暴女 他剛三星暴女 然後我們就遇到了他 他還有維爾哥 就他有的角色都偏蠻控場的一個角色 好我們這邊好運姐 欸有沒有 直接打中他的卡麗絲 然後他的卡麗絲就直接融化了 好他還有二星的卡馬 就是他整體的質量可以說是非常的高 但是我們還是輕鬆的就打贏了 好啦有沒有到非常輕鬆 不過我覺得 嗯就是卡麗絲這個陣的話 就是完全不用害怕的 因為呢我們有色雷星 然後有娜迪魯斯可以在獲牌當做一個保護 而且呢卡麗絲這個角色呢 非常的好防 你只要把你的好運姐往前擺 那就沒事了 所以主要還是擺位上的問題 就是在打這種刺客角色的時候 你就是把你的角色往前擺 或者說如果你今天有一個虛空之門的話 你可以把虛空之門放在你的色雷器身上 或是說娜迪魯斯 我是推薦放在娜迪魯斯 或是說像重奇的角色 應該也都是可以的 就是你可以去很有效的防這些刺客 因為現在的虛空之門是可以去嘲諷刺客的 所以非常重要 那再幫大家複習一下 就是這個陣容呢在六等的時候刷牌 然後你就一直卡著六等 慢慢去把你的可能一個前排 只要你的有一個前排呢 有升上三星 基本上呢這場就蠻穩的 然後還有就是你的好運姐也要升上三星 基本上就可以很好的吃雞 那現在吃雞的話其實就蠻看說 你有沒有遇到一些比較恐怖的人啊 比較恐怖的人的意思就是說 看有沒有遇到那種四費卡三星的 如果說今天他真的就是四費卡三星的話 那就也沒有辦法去強求了 這邊也不會去拿一個重奇轉 因為我們的重奇的角色都是需要的 當然你也可以去拿一個重奇轉 然後把那個人馬賣掉 接著去換威爾哥也是可以的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伏擊之手 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好 所以我這邊的話就決定選這個伏擊之手 然後我就直接升上了八人口 因為你可以看到另外兩家的血量已經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基本上就沒有辦法再多打幾局了 就是基本上在這幾回合內呢就會結束了 還有呢因為他們就是有人是有西風的 所以我就把我的人馬給往前擺了 怕被西風吹到 我有一個地方就是因為閃過了那個西風 所以我的豬女就沒有被西風吹到 大家可以去稍微關注一下就是我的一些擺位的細節 對面的話呢它是有一個二星的路線 而且它呢很值得看的是它身上的九等 然後一樣是被直接融化了 好那再看一下另外一家 好另外一家呢是有打影鏡像的 可惜可賀 這樣就可以讓我們的那個好怨姐多秀一點點了 我們這裡呢在六之三 就基本上這個陣容呢 我就是很簡單啦 就是這是一個很簡單暴力的陣容 你呢可以去轉威寇姿 然後也可以去轉漢魔頂格 就是任何的法陣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法陣是很可以去玩的 就是因為現在可以轉的陣容越來越多了 所以你可以去看說喔我是比較偏向威寇姿啊 還是說比較偏向好怨姐這樣子的陣容 你可以自己去選擇 還有就是盡量把你的 呃一些坦克的角色也可以放在後排 這裡的話我覺得擺位其實是沒有擺到非常的好的 然後這裡欸 岌岌可危 因為我們的好怨姐馬上被卡莉絲對上 不過我們的卡莉絲跟好怨姐直接一換一換掉了 嗯更好的一個擺位選擇就是放在第一排 就直接放在第一排 無庸置疑的一定是最好的一個狀況 只是因為我剛剛在刷牌喔 所以我沒有去很關注我的一個擺位狀況 所以我就只有 就是稍微左右騙他一下 欸 結果沒想到他擺位也擺得非常的好 只是我們的角色整體的陣容的質量 欸整體的強度就是略勝一籌 好怨姐這個陣容呢非常的簡單 在11.19版本我覺得你可以一直用一直上分 但他畢竟是一個獨狗陣容 所以我建議是不要有太多的同行 是會比較好的 那如果說你要前期打連敗的話 也是可以 只是呢你要很注意你的血量 以及你對陣容的熟悉度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感謝大家耐心收看 謝謝你們囉 掰掰 掰掰 這個影片 就算了 我們回到資訊